素有现实版钢铁侠之称的大富豪Elon Musk 从美国最贵的加州逃离 不惜搬迁工厂 举家迁移到免税州合理避税 与此同时 有中国富豪移民北美预想保护财富 谁知洋入户口 是眺望更大的坑 前有明星在中国逃税 后有商业大亨在美逃税 看来大家都是在保全财富上迷失了方向 今天 小编给大家讲一个 中国亿万富翁在美国 背叛逃税罚款18.3亿美元的故事 在4月中旬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发出的一则逮捕令 轰动了北美华人圈 一名在逃的中国亿万富翁 因意图逃避美国关税 被要求支付18.3亿美元的赔偿金 甚至还下达了逮捕令 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中国中旺控股有限公司 在加州尔湾坐拥六家公司的符号刘中田 根据联邦检察官公布 刘中田所持有的公司参与了一系列的诈骗计划 将旅财伪装成托盘 通过点焊 使旅财看起来像托盘 从中国大陆进口 以此来逃避美国征收旅财的关税 涉嫌金额高达18亿美金 这样的梦险联动 跟小编前几天讲的张庭夫妇传销诈骗91亿人民币有的一品 早在2021年的8月 加州洛杉矶联邦陪损团裁定 六家公司犯有电汇欺诈罪 共谋罪 通过海关传递虚假和欺诈性文件等17项罪行 其中一家Perfectas Illumina公司 还被判有国际促销洗钱罪等7项罪名 而这些公司都是被这位中国富豪所持有 如果这些罪名成立 并正式立案逮捕 刘中田将入狱465年 刘中田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大洲旅王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下面这个瓜 相信大家会觉得耳熟能详 还记得故宫奔驰女车主炫富事件吗 2021年1月 中国一位微博博主 ID名为陆小宝 把豪车开进故宫太和门广场 拍照并上传微博引发网络热议 真没想到 这个瓜还跟当时远在加州的亚洲旅王 刘中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网友发现 这个博主在另一个社交媒体Instagram上 曾经发布过美国的房产照片 照片里的房产被质疑与刘中田有关 随后 中旺集团发文辟谣 但这个瓜是真是假 也就只有他们才知道了呀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 刘中田是08年的辽宁首富 上过财富榜 胡润榜 福布斯榜 在14岁的时候 用借来的200元人民币 在长白山做木材生意 随后寂静波折 从钢厂 水泥厂 不断打拼 最终于上世纪90年代 到香港做房地产投资 于此获得了数目可观的第一桶金 此后 事业一风风顺的他 在1993年 与港商合作中旺集团 并担任董事长 公司主营旅行财 还设计塑料行财 模具 服装等多方面 成立的第13年 在2006年 销售额超过60亿 2020年 刘中田以120亿人民币财富值 名列胡润榜 第1692位 他的家族 以200亿元的财富值 排名 福布斯榜 第116位 也正是因为这个福布斯榜 让美国联邦局 引起了注意 如今 58岁的他 面临被指控24项罪名 最多获罪465年 美国指控的消息一出 刘中田的公司股价 暴跌超过20% 市值蒸发30亿 对于美国这一指控 中旺公司发表声明表示 并未接到相关法律文书 或诉讼通知 不知道是否意在稳定股市 从一代屡财大王 到广大群众 嗤之以鼻的逃税富豪 看他高楼起 又见他楼塌了 这位14岁打偏天下的创业者 如今走到这般田地 是高处不胜寒 还是被金钱迷失了方向 据悉 刘中田本人目前不在美国 很可能提早逃回国内 由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没有引渡条例 如果不出国 估计这18亿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 是追不回来了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 请不吝点赞并